我刚坐下和朋友碰了碰酒杯 身前桌子就猛地被掀翻 一大群人围着我们拿着手机指指点点 不要脸的东西老婆在家里吃苦 你好意思出来喝酒 软饭男一个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 瞪什么想吓唬谁都给我砸 我们要替若是群体出气 这群人发疯似的把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甚至还有人抄起旁边的椅子 把朋友的头砸得鲜血滚滚 我把朋友护在身后拿起电话报了警并通知律师 既然徐丽要撕破脸就走离婚程序吧 一分钱也别给他留忙碌一周后朋友约着我 在我家楼下的苍蝇馆小酌一杯 我刚坐下朋友就招呼我看一个名为消灭软饭男 维护女性权益的直播画面 朋友脸都笑开花了恶呵呵对我说 你看他们举的渣男排排上的样子和你好像 一他们周围的场景怎么也和我们这差不多 不是我说老谢你不会真的是那个渣男吧 我嫌弃地推了把朋友心中疑惑地把头伸过去 主播在直播间里卖力地喊 家人们这次的女主人是个身怀六甲的可怜人呀 他每天都在家以泪洗面 希望老公少点花天酒地早点回家 昨天我去看望他的时候 他身上更是没一块好肉 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家人们 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们说我们该不该为了这个可怜的女性冲一冲 评论区的弹幕在听到主播的号召后 不客气地疯狂地滚动 观众们义愤填膺地发声 主播你快冲 弄死这个杂碎 我们给你刷热气球 我最看不惯打女人的男人了 况且这还是个孕妇她没有妈妈 主播们快冲呀 最看不惯软饭男了 你们一定不要手下留情 替我们好好收拾这些垃圾主播 见到效果起来了 更加卖力喊左上角的有福带 家人们点一点 还有两分钟守住小时宝 包住前三 我们立马手撕扎男 不仅如此 我们还请到了当事人的男闺蜜 让他来给我们分享当事人现状 看着视频中的男人 直接让我眼前一亮 朋友叽叽喳喳地在我旁边叫了起来 这不是你家徐里的男闺蜜毛海亮吗 哥们你要出名了 我心中犯着疑惑 直播这种东西 我一般是不会看的 毕竟没那么多时间 让我去看别人玩有剧本的游戏 实在是没有想到 居然有一天我会成为主人公 没在理会直播内容 我拿起手中的手机 拨通徐里的电话 徐里是我恩人的女儿 恩人对我有之与之恩 我事业有起色后 就不断地往恩人家里送钱 结果恩人要我娶她女儿 还非要我把其中一个分公司给徐里 我拒绝不了给了 可这女人天天和她男闺蜜出去玩 弄着公司半死不活 电话迟迟没有接通身前的桌子 却被猛地推翻 我和朋友发愣地看着眼前的一群人 毛海亮站在主播身边 对着身后的人说 大家快来看看 就是这个人抛弃妻女 还对自己老婆全打脚踢 我手里这些照片 都是这个男人家暴的证据 可怜我的好朋友 怀着运现在还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里 想要一个帮忙的人都没有 周围的人听到动静 纷纷围了过来窃窃私语 朋友无语地挡在我的面前 你别在那里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闹 徐丽身上的伤明明是他自己不小心摔的 毛海亮压根没回答 直接抄起椅子朝着朋友头上砸 软饭男的朋友也不是好东西 家人们你们说我做的对不对 朋友被砸猛了 捂住伤口靠着我就要软下去 周围的人群丝毫不在意 人被砸伤起哄得拍手叫好 干得好就是该这样收拾这种垃圾 人不可貌相哦 你看他们两个朋友都长得人母狗样 有好皮囊就是不一样 不知道贴了几个富婆才能穿金带银 心窝子是坏的 长得再好看也没有用 多亏现在有平台 才能让更多人看到真面目 我把周围说闲话的人全都扫过一遍 确定直播一直开着后 冷下脸呵斥着 都给我让开没看到人受伤了吗 没等其他人的反应 拉着朋友往车子方向走 主播听到我的话 下意识地把头转去看毛海亮 毛海亮一脚跨过来 拦在我和朋友面前 向上扬的嘴角带满了嘲讽怎么 以为流几滴血就可以装可怜走了 给我听着就算大海他今天死了 你们也别想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 放在心上 当务之急是要把大海送到医院 我冷下声音阴沉着脸 对起哄围上来的人问道 你们都想好了 现在可是直播开起来的 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放在大众面前 要是真的有人因为你们出了事 你们都能够担得起责任吗 主播在旁边有些焦急地拉毛海亮的衣袖 凑到他的耳旁狗腿子陪笑老板 当初可没砸人这件事啊 要是真出事了 毛海亮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轻踹说着怕什么 我们可是代表正义一方放心 不就是砸死个人 我们后面那个人有钱 就算死十个也没事 我心中充满了怒火 这个徐丽可真是个好人呀 纯粹是现实版的农夫玉舌 真以为住进我的家里 就是我老许家的女主人了 今天辛苦大海替我挡了一劫 要是大海不在徐丽这个女人 是想要凭着舆论搞死我 我抓过桌子上的酒瓶 朝着已经被踢倒在地上的桌子敲下去 周围的人发出惊呼 连忙往后退离我们远远的 毛海亮颤抖着声音 你要干什么 直播可都是开着的 我给了她个白眼 冷哼一声让开白吃 围在周围的人 怕我手上的东西没一个赶上来 好不容易我才把趴在身上 大海给拖进车子里 放好眼瞧着我要离开 离我不远的毛海亮 撕裂嗓子喊着 快去给她拦下 谁能给我 把她给拦下我就给谁加钱 人们听到有钱面面相去 手里拿着手机直播的主播 往人数不断上涨的直播间看了一眼 深吸一口气 另一只手握着铁棍 朝着我的车窗上狠狠地砸下 嘴里还在说着 我们一切为了正义 我们是弱势群体的代表大家上呀 把他们给拦下来 我听着身后的动静 加快手上的动作 快速地把车里的急救箱 拿出来给大海包扎 顺手把车子启动 前后路影成像全部打开 毛海亮站在离我不远处狂笑 你不是挺狂的吗 继续闹呀 手上动作不要急呀 你们两个 今天一个也别想安然无恙地离开 围着车子的人 胆大地发疯地砸车 胆小地在旁边加油助威 甚至有丧心病狂的人 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锤子 报复地敲后备箱 想要找东西 我看着满目疮痍的车子 冷漠地对着他们说 这辆车可不便宜 你们配得起吗 毛海亮挥着手中的纸扇子 加着声音笑着 他们陪不陪得起又能怎样 这些东西可都是我们家莉莉的 莉莉可说了她的东西 我随便用 我很是无奈地摇摇头 和这群刁民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内心祈求警察快来 烹车子后备箱被人暴力撬开 你们快来看呀 这里有好东西 第一个打开的人 丝毫不客气地呼喷唤有 我看着他的动作 心下一景 连忙跑过去 捏着他的肩膀往地上扭 他的头撞在地上 朝着众人磕个响头 嘴里不断嚷嚷啊 好疼你们愣着干嘛 快上来帮我呀 我抬起脚就往过来的人身上踹 对着手里的人说 谁允许你动后备箱东西的 毛海亮健壮挥动着手 招呼周围发愣的人 全都给我上压这么多人 害怕打不过他一个 那个箱子里面一定有好东西 抢到后 我们大家分 我眼中燃着怒火 和围上来的人群对峙 刚想采取下部计划 一直在前面的主播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趁着我不注意 转手抢过我手中的箱子 举在空中大喊 我抢到了东西是我的了 话音刚落 他身后就扑上一个人 伴着他的脚双双倒下 碰咖 原本就没上锁的箱子 猛地砸在地上摔成两半 里面的珠子顺势滚落出来 毛海亮卖着企鹅布 就往珠子边上走 刚想蹲下来 看看脚下一滑 重重地摔在地上 满嘴脏话的抱怨 这是什么鬼东西 去压得一串破珠子 竟然还把本大爷给摔了 边说手上动作不停 摆着珠子准备往地上砸 旁边有人惊喜地说 老大这个东西 直播间的人有人说认识 我的天 有人说拍卖会上 只有18粒珠子 价格都上亿 这里肯定不止呀 我们要发了 其他人听到价值不菲 都停下手上的动作 围了上来 老大把这个这些珠子 全部剪开我们在场的 都拿来纷纷 毛海亮没有回答 他们挑衅地 把珠子摆在我的面前 我被人扭着手 跪在地上 只能红着眼眶 冲着他们喊着妈的 你们所有人都别想拖泽 毛海亮尤其是你不得好死 死到临头了 还死鸭子嘴硬 你看你还不是落到我手中 毛海亮咧着被烟熏黄的 牙齿贴近我的耳边 轻声说 我和你商量件事情 你和莉莉把婚礼了 近身出户 我就放过你 身后的人压着我 动摊不得 只能咬紧牙关瞪着他 直播间的评论区 也被眼前的一幕吸引 在线人数再创新高 绝大多数都是看热闹 不嫌是打 打得好 在哪里打架 我一个主播 我们也想要珠子 给我们多分一个吧 你看他那个样子 肯定是不易之财 还好意思哭 真不要脸 我看着地上的盒子 心中充满了悔恨 盒子里的东西 是父母给我留下的 唯一念想 大学那年 我们家能算得上 中产家庭 父母们做珠宝生意家庭 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 但是也已经很幸福了 我也曾以为 自己的人生可以 顺顺利利地完成 他乡遇故知 金榜提名 洞房花烛 三大人生喜事 没想到一场车祸 只留下这个盒子 父母的公司 也因为顶梁柱的去世 变得岌岌可危 当时就有人让我 把盒子拿出去换钱 可是这是我的亲人 留下的唯一念想呀 我拼着心中的一口气 咬紧牙关 也要把公司重新救起来 最穷的时候 我一天只吃一个馒头 也是在那一年 我遇到徐丽的父亲 徐富是个扫大街的 那天晚上风雨交加 心盆而下的大雨 打得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我蹲在马路边上 五脸痛哭 头上的风雨却悄然离去 抬头就发现 迎着光的徐富 弯着腰 用它看起来也并不坚固 的伞给我短暂地 撑起一处避风港 当时他慈祥的脸上 浮现如沐春风的微笑 孩子 我虽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要相信 布满荆棘的道路 最后 一定是鲜花盛开 那次后 我的工作迎来新的转点 每次心中有不开心 我都会去找这位老人聊聊天 他也总能用 他的人生经验点醒我 在他弥留之际 拉着我的手术 我这辈子没能力 让女儿过上好日子 他不愁也不懒 你要是不嫌弃 求你帮我照顾照顾他 我忙着事业 对成家没有太多想法 就硬下了来 餐馆的老板在人群后 拿着大喇叭喊 警察来了 穿着警服的人员 手持执法仪 把在场的所有人控制住 并叫人把我扶了起来 带头躁动的主播 发疯的挣扎干什么 我可是开着直播的 你们不能逮正义的公民 我看着闹剧的现场 拍了拍身上的灰 终于打通徐丽的电话 你不用说那么多了 收拾一下 一起去警局吧 毛海亮看到我打电话 不顾身后人的拉扯 跨不上前 抢过手机就开说 莉莉 你不用下来 好好在家里养胎 这里一切有我 我很是无奈地笑出声 语气平淡地说 有你又能怎样 你是你能够赔钱 还是能偿还这里的 所有损失 毛海亮喽啰 是没资格谈条件的 我们全都被带回了警局 大海被送进医院检查 还没出结果 分杂混乱的现场 骚乱声不断 青天大老爷呀 我就是混口饭 就莫名地被人抓进来了 大家快看看没天理呀 我们才是代表正义 现在被人囚禁在这里 动也不能动 直播间的人数 穿过大门透了进来 老公你在哪里呀 都是我不好 不应该阻止 你在外面花天酒地 我就应该让你打我 坚决不还手 你就放过这些可怜的人吧 话音刚落 原本敲着二郎腿的毛海亮 就坐不住了 连忙蹭起来到门口接人 徐丽离花带雨的小脸上 还挂着泪丝 他扶着腰挺着大肚子 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 二话不说 就要跪在我的面前 尽管心里非常嫌弃 还是双手把他扶住 阻止他的动作够了 还嫌不够乱骂我我 都是我不好 你先答应我 别伤及无辜 以后在家里的一切 我都听你的 现场有不明缘由的人 在旁边劝着大伙子 有什么事 和家里媳妇好好商量 你看你老婆 还给你怀着孩子 男人心胸要大度 别因为小吵小闹 伤了家里的和气 找到那么漂亮的一个老婆 不容易 你要心疼你父母的付出 你父母肯定为了你能结婚 花了大价钱 我压着脾气 上下扫着徐利 冷声回答 爷 我可没那么好心 我能立了大爷被对的转过身 气得嘴上的胡子往天上抢 徐利睁大眼睛 不敢想相信的看着我 上下嘴皮碰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说出一个字 律师把弄好的文件附件 分类递给我 警察怕引起太大的轰动 把关键人物带到调解室 我快速的把文件翻动 确定没有遗漏后 直接甩到徐利面前 之前 我一直估计你父亲 对我的滴水之恩 可是人不能违反底线 做得太过分 我给你的钱还少吗 还是说 我对你有任何能够反驳的缺陷 徐利整个人窝在椅子当中 脸色发白 憋了好久 憋出一句 可是你压根就不爱我 要是你爱我 我有必要出门找其他人吗 毛海亮听到这句话 蹭的站了起来 眼睛心红的要吃人 你还有其他人 你不是说是你爸爸中了彩票 然后这个男人 霸占你的钱 不肯和你离婚吗 你 你不是说 放不下我们在乡下生活的曾经 想要和我再续前缘吗 我玩着手上的笔 吃瓜的看着这两个人 哟 看来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呀 毛海亮看了我一眼 转身就握住桌面上的杯子 朝着徐利脸上扔过去 你是什么做的呀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为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徐利躲不过去 只能发出惨叫声 在场工作人员 最快速度做出救援措施 徐利哭红眼 挂着血的嘴角还在说着 那是意外 你听我解释 我看着时间拍拍手 你们的事情我不想管 商量一下赔偿吧 我要回家干饭了 律师看着我的手势 把今天所有的损失全部列举出来 根据统计 总共损失两亿 所有人听到这个数字 都呆愣的站在原地 有些反应快的 已经冲到我面前 服软求情 我微笑着看向 说话的人们 停 我不想听你们和我诉苦 不接受任何和解 该赔的钱 一分不能少听到数字的主播等人 趴的摊坐在地上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顺手拿起他的手机 不错吗 该给你颁发的敬业奖了 还在开直播 我把手机对准自己的脸 朝着里面笑着打招呼 大家好呀 相信大家吃瓜那么久 也吃得差不多了 下播之前 我还要送给你们一个 大理直播间上的留言 包表不一 听到有礼物 大家都在酷酷地刷评论 还有人在评论 发如何设置礼物的教程 不用发教程 我这个礼物 只要是从开播到现在 有对我进行攻击 和不识评论的人 都将收到律师函 原本还热热闹闹的评论区 立马变成哭天喊地的地方 富豪 你放过我吧 我上有老下有下 不多说有钱人 都是宰相肚里能撑传的人吗 你怎么那么小气 这么有钱了 还要在这里难为老百姓 好不要脸 还好 还好 从头到尾 我只是在这里吃个瓜 没有发那些消息 我快速地浏览评论区 选择回答某些评论 没错 我就是小气 我有钱是我的事 不让你们操心了 评论区还在滚动 我把手机放在主播面前 得到警察的允许 带上我的东西 留下律师扇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 到医院的时候 大海已经醒过来 大海吃着水果 有气无力地说 都已经凌晨了 你怎么还专门跑一趟 我坐里难安的低着头 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总不能 连看你都不来看一下 把大海笑着挥手 满不在意 你我两兄弟还说这些 对了 你的事情处理好了吗 瞧我点了头 他一把扯过我的衣袖 示意我往下 伯父伯母当初的车祸 你全部了解清楚了吗 我的眉头紧簇 疑惑地看着大海 父母的事情 是我一手操办的 按照道理来说 不至于出现问题 大海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接着说 今天吃饭 就是想和你说这件事 但是饭都还没有开始吃 就出了这件事 今晚你就别回去了 去沙发上睡一晚 明天 我爸要找你聊一会儿 大海坚定的眼神 看得我心慌慌 帮他调整床铺后 我去沙发上躺着 睁着眼睛迟迟无法入睡 等我醒来的时候 刘大海父亲已经来了 小谢 看你睡得香 我就没有叫你 昨晚睡得怎么样 应该是不错的吧 我都听到你打呼噜了 我错了错脸 有些尴尬地点头 你们停下手上的工作 先出去 我要和小谢单独待会儿 人走完后 刘富 从公文包中逃出一路文件 上面赫然写着车祸记录档案 我手控制不住发抖的翻动文件 心情从最开始的震惊 以及转化成 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恨 刘富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慰着说 你的父母 是我一起上刀山下火海的好兄弟 当初你怪我没帮你 我承认当时我有私心 但是我也要养活自己的家 这些年来 我手中的权势稍微回来以后 我就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 孩子 我们这群劳孤动 从来都没有说 想逃避责任 他的眼中泛起水气 背过身轻轻擦拭 我盯着手中的东西 看了许久 憋着情绪 问道 既然你一直在调查这件事 为什么现在才把东西给我 刘富长叹一口气 你语意味丰满 我给了你 你又能做什么呢 况且 我也实在没想到 你会和徐丽他父亲 打上交道话音刚落 手中的电话响起 我瞥了眼来电人 刘富转身就往外面走 想不想聊一下 电话当中 毛海亮低落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 放心吧 我只是想要和你谈个合作 没等我回答 电话那头已经传来芒音 一条短信弹出来 下午三点 我在荒宅等你 荒宅是我和毛海亮 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那个时候 徐丽说要带我去认识 他的好朋友 恰好我那段时间有空 就随他去见了 记得第一次见毛海亮的时候 给我的印象 就是个鬼火少年 虽然他总是满嘴脏话 但是能够看得出他本性不坏 只是有时候 容易被自己相信的人当枪使 等我到那里的时候 毛海亮已经来了 他的眼眶布满血丝 看起来就像个流浪汉 你可真慢呀 都已经三点一分了你才来 别看我了 我知道我现在很狼狈 过来陪我喝两杯 我顺势做了上去 旁边的人发疯的大喊 语气当中满满的抱怨 你说我都对他这么好了 他为什么还不知足 我淡然的回答 徐丽这个人只爱他自己 你找我来就只是为说这件事吗 毛大海不屑的怯了一声 算了 我也不指望你可以开导我 徐丽的父亲 在扫地之前是干大货车的 你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示意他继续说 他父亲和我父亲 都是干大货车的 突然有一天 我老爹非常着急的跑回家 抱着我哭了好久 那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 在我的面前哭成泪人 就连我也死 他都没哭得那么惨 等我爹情绪缓和后 他才对我说 叫我一定别和徐丽一起玩了 说他们全家都不是好东西 你不是讨厌我吗 为什么要和我说 毛海亮从口袋当中掏出一个右盘 塞在我的手中 脸上露出湿然后的微笑 我说我想做一个好人 你相信吗 楼下响起警车声 毛海亮冲我挥了挥手 朝着楼下走了下去 你是个好人 从最开始认识你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好人应该有好报 我也要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 希望出来后 你可以认下我这个朋友 看着被带远的毛海亮 我冲着他的背影喊着 你不坏 你从一开始在我这里就不是坏的 毛海亮隔着车窗 对着我露出最后一个友好的微笑 手机上的电话声震动不停 老谢 你赶紧来医院 你家徐丽来这里闹事 迟迟不肯走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整条走廊上已经围满了人 徐丽像泼妇一样的躺在地上 撒泼打滚 嘴里还骂着 我年纪轻轻就遇上复兴汉 他抛弃弃子 不要我们母子两个 大家都来看看 这个就是渣子的朋友 渣子不在家留着陪我们母子 偏偏来医院和这个男人待在一起 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公道呀 要我说 这个世界上就没一个好东西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说不定找这个女生 就是为了生育 大妹子 你别在地上躺着 地上猛 到时候伤到身子 得不偿失 等下那个渣男来 我一定要让她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哄 大海听不下去 回对 你们别听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 我朋友才是被伤害的那一个 徐丽 这是医院 你能不能别在这里撒泼打滚 其他的人丝毫不听大海的解释 相反更加变本加厉的想要动手打人 好了 你们要打的人在这里 徐丽见到我来后 整个人眼睛都发光 拖着身子就往我的方向爬 老公 老公你终于愿意见我了 我常试着想要把裤脚 从她手中抽出来 发现没用 无奈 只能缓和语气和她说话 徐丽 你再怎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不会不明白 何必非要撕破脸皮 把事情弄得那么难堪 徐丽微微仰头 稍微打理了一下自己 在别人的搀扶之下 靠着墙边的椅子坐了下来 脸上变了一副神色 但是我也需要养孩子 现在的我没有工作 你把我的卡全部停了 你这是想要我命 我不接受 除非你能给我一千万 保证我和孩子之后的正常开销 可以签协议 我保证 拿到钱以后 我绝对不打扰你的任何生活 我被徐丽这一通厚颜无耻 的发言气得大笑 俯身盯着她的眼睛 你感觉可能吗 身后好是大妈插嘴 与人都不容易 她还怀着你的孩子 能住这间病房 相比也不缺钱 一千万 给了就给了我吃笑出声 阿姨 听你的口气 好像一千万在你这里很简单呀 要不你替我把这钱给出了 被招呼出的阿姨连连摆手 你这小伙子真的是 我是在给你出主意 你扯上我干什么 徐丽的心情也一动不动的盯着我 嘴里丝毫不留情 那好呀 要是你不肯给我钱 我就把你的事情发到网上去 让大众都来看看 你是怎么做人的 我两手一摊 没关系 随便发 你看看舆论站在哪一方 人群当中突然有人出声 这是昨天那个富豪 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的 那个原本已经安静下来的人群 被这段话引起一片哗然 大家又开始议论纷纷 徐丽受不住周围的嘈杂 大叫着 闭嘴 全部都给我闭嘴 你们全都不懂 是这个男人辜负了我 你们全都是媚男 我的孩子以后可是大老板 到时候 我叫我孩子 把你们孩子的工作 全部都给辞掉 边说 边捂着自己的肚子软塌下去 增援维持秩序的保安 刚好来到现场 护士蹲身检查情况 周围的人群 怕徐丽出现问题牵连上自己 统统退避三射 没一个上前的 等到人群散了以后 大海才把我给拉进病房 眼神当中充满了动情 千言万语化成拍我肩膀 晚上 窗外点起万家灯火 我窝在沙发当中 看毛海亮给我的右盘 最令我难以想象的是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居然会是徐丽 徐丽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还在读高三 扎着马尾的女孩 全身都洋溢着朝气 我一直以为是我先遇到他 没想到 他一早就认识我了 我的父母才是这场事件当中 最无辜的人 徐丽知道我家算得上有钱 自然而然知道 我们家是不可能接受他 所以 他阴差阳错地认识我父母的对家 两方一拍即合 他如此自私的人 自然不可能让自己直接担责任 所以他拉上自己的父亲 当做利剑 最开始 他也没有想直接要我父母的命 是我的母亲 见到他和他朋友的脸以后 他怕自己所作之事败露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下狠手 我惊叹着徐丽的狠 伸手想要摸手机 可是却迟迟摸不到 他还接起电话 老板 你让我办的事情都办好了 走了些途径 同意插队 受理你的离婚和你父亲的事情 辛苦了 我六神无主的扶墙 回到自己的房间当中 床头柜上 是我和父母一家三口的照片 旁边放着被修复后的盒子 我一次感到全身轻松地进入梦乡 等到我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手机上面冒出许多不认识的电话 我选择重要的几个回了回去 大海在另一头 欲言又止 老谢 老谢 徐丽生了 生了个儿子 然后呢 关我什么事 他又在医院里面闹腾 非说要见到你本人 还说 不见到你就去死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 算了 我等下来 你看着他 别让他死 太可惜他了 窗外的风 透过车窗轻轻地扶过我的脸颊 车旁一直有两只粉色和墨色的蝴蝶 围绕着我转飞 我低声询问 爸爸妈妈 是你们吗 你们放心 儿子我会为你们讨回公道 不会让你们这么无缘无故地走 蝴蝶一直陪我飞到医院 徐丽在看到我的时候 眼中满是柔情的拍竹手中的孩子 可真是个好大的人物 非要三顾你家 才能把你从金窝中请出来 你不是最喜欢小孩了吗 要不要看看 我没有回他的话 起身看了看 酣水当中小孩 想好没有 老谢 别逃避 你不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的 我不屑一顾地挑眉 徐丽 你说人是怎么能够做到 害死了人 还能够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 他真的不怕 晚上做梦的时候 被他害死的人趴在耳边海冤吗 徐丽面上镇定 手上不受控制地去抓床备 语气当中带着慌乱地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莫名其妙的话 我又没有经历过 我怎么知道那些人心里怎么想的 别岔开话题 你就说 这个钱 你到底得不给我站在窗户旁 看着路上的车水马龙 冷下声音回答 不可能 不仅今天不可能 以后的日子也更不可能 我没有义务替你养别人的孩子 对了 和你说一件事 你做的那些事情 我都知道了 劝你好自为之 徐丽崩溃地想要起身 可惜身上没有力气 只能挣扎地拍打床铺 孩子感受到母亲的情绪变化 被吓着在摇篮当中痛哭 站住 果然你们全家都是贱人 我真恨 当初怎么没叫老不死的 在你爸妈身上多撞几次 都是你害我害得这么惨 我要是死了 就算是做鬼也会上来找你 你不许走 我好不容易才嫁给你 你不准和我离婚 我的脚步短暂地停了下来 扶在门框上的手 下意识地收紧 最后很下心 头也不回地离开 独留徐丽生死力竭地在房里大叫 半年以后 我在家收到离婚统议书 和徐丽团伙的判决书 这半年期间 我丝毫关于徐丽的事情 叮咚 大海和其他朋友们 手中拿着各种食材走进家门 吃饭期间 其中一位朋友冲我失忆 老谢 你知不知道徐丽抱着她的孩子 跳楼身亡了呀 我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夜间顶层 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美貌 现在的生活对我来说足够了 毕竟恶人自有报应 而我不贵本心 第一章完 第二章老婆跟男同事开房 子宫被摘除 老婆和男同事去小旅馆 被人堵在房间里打了 医生说打得太厉害 要么花六十万修复子宫 要么切除子宫 我笑了 那自然是要摘除啊 老婆醒来后疯了 我不满地将她摔在地上 闹什么闹 反正你也不愿意生这个孩子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老婆还在手术室 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了 我硬挤出一滴鳄鱼的眼泪 心里却是有些幸灾乐祸的 医生看了我一眼 紧锁着眉头 子宫受损严重 想要修复子宫 花费大概在六十万 不然就只能摘除子宫了 我坐视亮腔了几步 眼神中带着几分慌乱 医生医生 求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婆啊 钱的事儿 我这就去想办法 医生并没有说话 我跑到了一旁拨通电话 六十万 开玩笑 邻交嫁进来之后 我的工资全部上交 甚至一个月 同事结婚 我厚着脸皮说新婚快乐 分子钱一分不掏 领导家孩子满月 我硬是空手前往看孩子 这六十万 够要我命吗 电话那边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 有事儿说事儿 没事儿挂电话 妈 您知不知道 娇娇把家里的钱放哪了 娇娇受伤需要六十万之伤 对面瞬间拔高了声音 留意你疯了 是什么伤能花上六十万 骗钱骗到老娘头上来了 滚 嘟嘟嘟 电话一阵盲音 我无措的拿着手机 肩膀一抖一抖的 一旁的医生健壮 已经将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这位家属 现在你必须得做一个决定了 我看了眼手术室的方向 眼眶红了 医生 求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这就去把房子卖了 我卖了房子 一定就能凑够这六十万了 我说着做事就要下跪 医生慌忙将我扶了起来 别忙说 但是现在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我抹了把眼泪 口中喃喃 可是六十万 就算是卖房子 也得要一段时间才能到啊 抹了把医生印下 将手术通知单交给我签了字 便再度前往了手术室 望着医生进去的背影 我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弧度 等在回神的时候 一旁的小护士目光复杂地看着我 先生 您知道和您妻子 一起送来那位先生的身份吗 他们两个被送过来的时候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东西 就连您的电话 也是在您老婆昏迷之前 口中嘟囔的 我一下子跌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回神的时候 震惊地看向了护士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东西 什么意思 护士避而不谈 不过那眼神中的同情显而易见 我无奈苦笑了一声 随手从老婆的朋友圈 翻出了一张照片 是这个人吗 照片中 老婆和男同事贴得很近 脸紧挨在一起 那样子宛如情侣 护士一看这便明白了 一脸同情地对着我点了点头 张口欲言又止 不等他说话 我苦涩一笑 那我知道了 我会通知他的家人过来的 当着护士的面 我再度拨通了电话 不知道等了多久 我终于等到了手术室的门打开 凌娇平安了 我松了一口气 细心地在病房里照顾了许久 直到老太太的到来 打破了病房里的沉寂 刘逸 你是不是存心想害我们家娇娇啊 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和我说 人还未到 声音先传了过来 啪 我转身的一瞬间 老太太的巴掌应声而止 我张红了脸 看向老太太的神色 带了几分委屈 下一刻 老太太直接抄起了一旁的扫把棍子 冲到了我身边 就往我身上落 你特么也不撒抛尿 照照自己的样子 靠着我们老林家才活下来的孽障 你竟然赶上了害人心思 我下意识就要躲闪 这一动作惹怒了老太太 她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 要貌猙獰 你还敢躲 你就是我们老林家养的一条狗 老林家的人做什么你都得受着 没良心的白眼而狼 老娘今天不打死你 我看向了病床上的林娇 只见她无声地说着 不想见你骂了 看懂林娇的口形 我抵挡的手不自觉地垂了下来 拳头紧紧地握着 硬生生承受着棍子 一下一下落在身上的痛 老太太也不知道打了多久 五脏六腑似乎都带上了痛感 我红了眼眶 一口血水吐了出来 从病房的人看到了这一幕 瞬间惊叫出声 引来了医生和护士 一看到我的状况 护士赶忙过来扶着 快 去检查一下怎么回事 刚准备离开 老太太的脸瞬间沉了下来 去那儿 她见命一条 只要没死就行了呗 我看你们医院就是想多挣我们家一份钱 没钱 不用管她 有那钱 还不如给我们家娇娇看看能不能治好呢 我垂下了头 咬紧牙关 我没关系的 谢谢你们了 护士见我这个样子 倒也不好说什么 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去检查 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叫护士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目送着一行医生护士离开 同病房的人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就好像方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松了一口气 默默地去了洗手间 处理一下身上和嘴角的血迹 不过还没有等我缓过来 就被林娇一把拽了出来 那小护士为什么对你那么上心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勾引他了 一连串的质问让我有些粗不及防 头皮上传来的刺痛感 更是让我有些头皮发麻 我摇头 想要解释 林娇更生气了 一脚踹在我的腿弯上 咬牙切齿 跪下 我身形一个不稳 如他所愿跪在了地上 今天你就好好给我跪在这里反思 回去给我做佛跳墙 还有网友发那边你也送点过去 如果没有网友发 我可能现在都已经被打死了 林娇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让我嘴角忍不住勾起了一抹嘲讽的笑 明明是不正当的关系 却从他嘴里变成了网友发建议有味 啪 况且就算我的真爱是网友发 你也没有资格说一句 林娇的巴掌落下 他被我的笑激怒了 我沉默了下来 跪在地上默不作声 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看着林娇去了隔壁病房 我才瘫坐在了地上 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我是林娇的上门女婿 但和林娇走在一起 并非是因为爱情 十二岁的时候 我爸牺牲救下了林娇一家 自己去葬身火海 临终之时 他将我和妈妈托付给了林家人 可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我妈 一瞬间的功夫 我听到了隔壁病床 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反应过来的我匆忙跑到隔壁病房 但一下子被网友发扔过来的刀子 砸在了手臂上 水果刀在手臂上留下了一道血印 你特么有病吧 没事 谁让你来我病房的 我水果刀上毒染血了 还怎么切水果 还不等我回神 网友发暴躁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林娇方才笑闹的神色 瞬间变得冷淡 瞥了一眼我手臂上的伤痕 满不在意道 你怎么来了 你赶紧出去把水果刀给有发洗了 以后没事别来找有发 真会倒胃扣 林娇说话的语气着实是气人 我捏紧了拳头 不知不觉中 指甲已经深深地掐进了肉里 手上传来的疼痛还没有消散 就被网友发的话给打断了 既然坏了我的兴致 那就出去给我买瓶茅台吧 我正好想和我脸色瞬间一变 下意识看向了林娇的方向 她神色有些不耐烦 一脚踹在了我的身上 还不赶紧去 难不成还得让我们跪下来求你不成 我没钱我有些气恼 说话的语气也多少带了一些火 仅仅是这一点语气的变化 就让林娇怒了 没钱你特么就去想办法 一个月那么多工资连个茅台都买不起 没钱就去借 借不着就去卖身 我目光死死地盯着林娇 两久 我才确认了她说这些话是认真的 我冷笑了一声 摔门而出 尽可能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才拨通电话说明借钱的事 不过对面一听是要买茅台 倒是忍不住开口了 我家里还有一瓶 要不你先拿去用 我想也不想就答应了下来 好 我拿到东西 病房里传来的声音 却让我止住了脚步 妈 我想和刘易离婚 她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 等拆迁款下来 你想离婚我不拦着你 反正我有办法让她近身 出户老太太的声音中满是算计 烦死了 她要是能跟她那个凡人金妈一样 早点死了 也没这么多事了 喷的一声 我手中的酒瓶砸在了地上 我顾不得收拾残局 推开房门大胯步走向了凌娇 此刻我双目通红 目光死死地盯着凌娇 手更是紧紧地捏住了凌娇的脖子 母女两个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愣住了 老太太想要帮忙 但被我一把推开 手上的力道不自觉地加重 你们对我妈做什么 眼看着凌娇的脸色越发通红 直至要窒息 我才终于松开了手 老太太和凌娇后退了两步 试图避开我 但这一刻 我面无表情地将门锁上 守在门口 为了更具有威慑力 甚至从地上将茅台的碎片给捡了起来 拿着碎片一步一步靠近凌娇 碎片一下一下地在凌娇的身上留下痕迹 她终于忍不住 哭了出来 又是哭又是拍打 只想要脱离我的魔爪 我冷笑了一声 看着她的眼神仿佛看死人一样 凌娇 你以为你这么闹有用 我这么一个大男人 你真以为我没有能力对你做什么吗 看在从前的事情上 我不愿意和你们计较 甚至事事顺从 只为了让你们过得更舒心 可现在看来 老子这么些年的真心可真特么是为了狗 今天这话不说清楚 谁都别想离开我手中的碎片 并没有停止伤害凌娇 凌娇的嗓子几乎哭哑了 可我无动于衷 我冷眼旁观 对这样的人丝毫没有一点同情 终于 凌娇承受不住了 她爆哭出声 声音嘶哑 刘逸我求你 停手吧 你想说什么我都告诉你 我冷笑了一声 这才停下了手来 一旁的老太太已经疯了 跑到凌娇身边 一巴掌甩了过去 你是不是疯了 说什么说 难道你想看着你妈这么大年纪了去坐牢吗 凌娇顾不得老太太 死死地抓着我的手臂 跪在地上埋延恐惧 是我妈 当年你爸死后 你妈悲伤不已 甚至有点抑郁倾向 我妈就逼着她自己跳了楼 我一瞬间险些窒息 跳楼 此刻老太太瘫坐在了地上 口中喃喃着 完了完了 一切都完了 不过很快 她就反应过来了 直直地盯着我 你不能对我怎么样 你如果杀了我 那你自己也逃不了坐牢的命运 如果你想告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没有一点证据能够证明 你妈的死和我有关 我嘲讽地笑了笑 清脆了一口 法网灰灰树而不漏 你总会有一天 因为你的愚蠢遭受报应地回过神来 我将目光落在了凌娇的身上 受到了巨大打击的凌娇 一瞬间后退了几步 生怕我再发疯 为了保住你的命 你的子宫可是已经切除了呢 凌娇一下子没有承受住打击 跌坐在了地上 她疯了一样地去摇晃我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你怎么能切除我的子宫呢 没有子宫 我还能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吗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笑了 这可是你妈自己选择的呢 你可别忘了 家里的钱都在你手 我去问你妈钱放在哪里 是她防备我像防狼一样的凌娇 看了一眼她妈 果断又选择了来我这里闹 疯狂地拍打着我的后背 好似我是个父亲汉 我一把推倒凌娇 不越道 闹什么闹 反正你也不想生这个孩子 凌娇一下子眼中泪水滑了出来 后悔的情绪从她眼中滑落了出来 我转身离开 眼中闪过了一丝阴霾 这凌娇人做了亏心事 不可能会连个灵位都不舍的 我第一时间想起了那个 凌娇人从头到尾 也不愿意让我出击的地方 凌娇人的秘密地下室 我看到了两个牌位 正是我父亲母亲的 我眼泪一下子控制不住 从眼角落了出来 扑通一声 我跪在了地上 爸妈 儿子不孝 这么长时间才过来看你们 我静静地在地下室跪了好久 这一辈子 跪过灵娇 跪过灵母 却还是第一次跪自己的父母 我只是想要将这一世的亏欠给找回来 但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那催命一般的电话铃声 让我眼中闪过了几分不悦 我看着完全陌生的电话 果断选择了挂断 可电话铃声好像催命一样 似乎只要我不接通电话 对方就会一直打下去 我紧皱着眉头将电话接通 电话那头铺天盖地的谩骂 瞬间让我沉默 你谁啊 我毫不客气地开口询问 对一个没有任何教养的人 我没有必要用我的教养来对待他 对方嘲讽地笑了笑 丝毫没有自暴家门的意思 一个家暴的渣男 只要是个人都该骂你 别让我们看见你 看见你一次揍你一次 就算进医院了 也别找人麻烦 反思反思自己 我气笑了 刚准备骂回去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不过这情况有些不大对劲 我下意识想要去找找看真相 直到手机推送了林娇的直播 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林娇在镜头前诉说着自己的不容易 在家中和老母亲一起被我家暴 更甚至将他打得需要摘除子宫 我诡异地沉默了 这边瞎话的本领 也是没谁了 我才不吃这哑巴亏 转头将先前的资料准备好 准备当面和林娇对质 一出门 就被人扔了个臭鸡蛋 我脸一下子黑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目光冷凝 你们想干什么 一群人将我团团围住 手中各种烂菜叶子 臭鸡蛋数不胜数 打死他 打死这个臭渣男 家暴难去死 一瞬间的功夫 我的身上就堆叠了不少的烂菜叶子和臭鸡蛋 我一晚上没有洗澡 本来身上就有不少汗味 这会儿更是味道大的不行 众人出气够了 发泄够了 我这鼻子转眼离开 我冷着脸看着离开的人 心中忍不住怒意翻腾 你们够了 说我家暴 你们亲眼见到了 我刚想为自己辩解 突然间感觉到一股风吹了过来 我下意识错开了身子 只见地上出现了一滩水渍 那些水在落地的瞬间 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我的脸黑了 顺着泼水那人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手中拿着一个瓶子 一脸恶毒的看着我 好玩吗 泼浓流酸 你不怕进去待着 我上前一步 捏住了小姑娘的手腕儿 毕竟差点伤人 我的力道不可谓不大 大概是我的表情太过严肃 那小女孩瞬间哭了出来 这位人纷纷用浅子的目光 看向了我 就好像我做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 果然 家暴男就是暴力狂 社会的败类 我们一块儿把小姑娘救出来 人群中 不知道谁一份填膺地 喊了一句 我气笑了 怎么 我被浓流酸泼了 我不该生气 我反应快没有受伤 还是我的错 我目光直勾勾地盯着 眼前这群人 是非黑白都不分 简直是好笑 众人被我的目光逼退了几步 不过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已经打了报警电话 小姑娘蓄意伤人 被带走了 这一雷霆手段 让在场众人心有余悸 纷纷庆幸自己 并没有做得太过 我冷笑了一声 果然都是一群 欺软怕硬的家伙 诸位还要继续看热闹吗 还是诸位想要自己成为热闹 我轻飘飘的一句话 让在场的众人瞬间回神 纷纷散去 我松了一口气 很快便来到了医院 林娇还在镜头前 我的出现让林娇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她惊慌失措地看着我 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 不过我只是轻轻笑了笑 看了一眼镜头 大家都对我的出现表示异常激动 那样子恨不得隔着屏幕过来 将我暴揍一顿 我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静止坐到了镜头前 林娇有些傻了 声音有些尴尬 你来这里做什么了 我瞥了一眼她 这耸了巴基的样子 哪里有往日里的一起风发 这样的林娇看着确实是让人解气 下一刻 我对这镜头露出了极为标准的微笑 开口道 诸位伤暗勿躁 各位的疑问我会一一解答 不过在此之前 请大家看一出好戏 我看向了林娇 她此刻紧锁着眉头 有些害怕又有些不明所以 你到底想干嘛 她脸色有些凝重 说话的语气也有些不满 我笑了笑 将手机揣在了怀里 带着林娇便前往了隔壁病房 林娇察觉到不妙 想要后退 但此刻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你怎么来了 我的茅台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有送过来 网友发看到我的一瞬间 便没有好气的开口 那一只气势的样子 显然我就是他养的一条狗 这还真是和林佳人不谋而合了呢 可是我真的没有钱啊 我委屈到 一堂的林娇想提醒网友发 却被我拦住了 开玩笑 这会儿要是提醒网友发 之后的戏码怎么能好看呢 他冷笑了一声 看着我的目光不善 怎么 娇娇给你出的招没用 是没人见你 还是你的肾卖了卖不上价 我心里狂笑 面上却委屈的不行 是卖了 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啊 林娇终于忍不住了 他狂怒 网友发你特么是不是疯了 你没看出来 是刘一姑营你说这些话的吗 网友发微微愣了一下 脸色煞食大变 但现在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我从包里将那茅台瓶子拿了出来 放在了网友发的桌上 我委屈的声音从嗓子里发了出来 抱歉 我费尽心思借的一瓶茅台 还让我老婆给打碎了 我现在真的拿不出来一瓶多得了 林娇的表情仿佛吃了食一样难看 一旁的网友发还在状况之外神优 我深深的锯了一躬 转身跑出了病房 回到林娇病房的时候 我已经将手机从怀中拿了出来 看着弹幕里两极分化的评论 我只是笑了笑 你们是在质疑我刚刚在做戏吗 方才的表现我确实有做戏的意思 但对方的反应可不是我能决定的吧 我看了一眼林娇 她脸色巨臭 神情奄奄 我笑了笑 在众目睽睽之下 拿出来了一系列证据 第一样 我的验伤报告 每一次林娇对我打骂 造成的伤病不浅 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只为了有一天能够将林娇定在耻辱柱上 第二样 我的工资条和工资条打款 工资是全部转在林娇的账户上的 唯一给我的只有一个月五百的转账 多少次我因为钱不够去找林娇的时候 被她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给打发了 可与我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 无疑是林娇给网友发花的那些钱 为了拿到这样的账单 我可是费了不少劲呢 弹幕已经安静了下来 我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足 这哪里够呢 我目光深深的 将我和老太太的对话 以及和两人的对峙一股脑儿全都放了出来 林娇的额头已经冒出了冷汗 她风味一样的向我冲了过来 刘逸 你可真会咬人的狗不叫啊 我们林家这么些年待你不薄 就算是结婚之后我们对你并不好 但你可别忘了 你十几岁就已经在我们林家吃喝住了 我淡淡的瞥了一眼林娇 对于她的话不置可否 我爸的抚恤金是你们家拿的吧 我家的遗产 除了房子之外 是你们家拿的吧 从工作之后 我的所有工资是你们家拿的吧 在我幼时 每天被逼着在外面打工干活 在家里承包所有的家务 大冬天因为有人来 被撵出去住在走廊里也是你们做的吧 我一步一步逼近林娇 这么多年的委屈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 林娇脸色骤变 她下意识想要逃避 想要否认这个事实 可事实就是事实 根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否认的 病房里安静了下来 许久 才传来了林娇的嚎啕大哭声 我嘲讽一笑 这会儿哭 我才不相信是为了从前的行为忏悔 不过是以后日子要变得艰难了 所以她难过了 弹幕从安静变得一份填膺 我看到不少人开始纷纷道歉 我只是笑了笑 垂下眸子 为曾经的自己难过 离婚吧 闹上法庭不太好吧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 我直白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她疯了一样想要挽留 毕竟即将到手的拆迁款可是一笔大钱 我摇了摇头 叹息了一声 算了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法庭见吧 反正财产我不可能相让了 我头也不回得离开 不过这一路上 倒也没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出来闹事 我深吸了一口气 多年以来的噩梦好像就要结束了 直到我接到了来自王莉的电话 她约我在咖啡厅见面 我一出现 她就已经将一张照片给拿了出来 王有发和林娇多年以来的龌龊 也全都在这儿了 我接过王莉手中的证据 倒是吓了一跳 林娇虽然给王有发花了数十万 但王有发更是花出去了百万之多 我下意识看向王莉 我们二人沉默一对 早就清楚的事情 现在只是统计出来了而已 我点点头 将我这边的证据也都交给了她 多一点证据 离婚的概率更大一些 为了离婚 我们可是不留余力 直到法院宣判的那一刻 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林娇和王有发背上了巨额的债务 而我和王莉则是各自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原以为日子就这么平静下去 却不想某天下班的时候 被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拦住了去路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掐住了脖子 一瞬间我的脸胀得通红 这样大的力道 除了对我的恨意滔天的王有发之外 又能是谁呢 我艰难的蹦出来几个字儿 放开我 此话一出 王有发瞬间大笑出声 放你 那谁来放我 我和林娇是两情相悦 是真爱 你凭什么插进来 你才是第三者 如果不是你和王莉勾搭上 搞丢了领导的那瓶茅台 我又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 工作丢了 老婆跑了 孩子也生不了了 你就是个祸害 只要你死了 我的生活一切都能恢复正轨 只要你死了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你去死 网友发笑着笑着眼泪便落了出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 想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呼吸 来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事实上 我挣脱不得 我所能接受的空气越来越少 眼前也渐渐模糊了视线 天旋地转 那种窒息的感觉 让我有种不真实感 或许梦醒了一切都好了 不过突然间 脖子上的力道突然间松开了 我摊坐在了地上 下意识看向了网友发的方向 只见王丽站在他的身后 手中捏着一个玻璃酒瓶 他惊恐地看着网友发和我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丢下酒瓶 匆忙向我跑来 你没事吧 我摇了摇头 方才的窒息感让我心有余悸 我看向了网友发的方向 他后脑勺全都是血迹 晕倒在了地上 先送医院吧 这个人真是疯了 王丽点头 看了一眼网友发 同样也有此感觉 我们二人无奈一笑 叫了救护车就离开了 不速之客远不止网友发一人 当天晚上 林娇也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他和网友发比并没有好太多 甚至似乎更加憔悴 一打开门 林娇就跪在了地上 刘逸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复合好不好 他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死死地拽着我的裤子 丝毫没有一点松手的迹象 我眉头紧锁 看着林娇的眼神越发不善 我们已经离婚了 更何况没有孩子的牵绊 你凭什么会觉得 你的一句道歉就能换来我的原谅 你们林家的所作所为 进橘子里都一点也不过分 还指望我和你复合 难不成复合 继续让你和你妈来折磨我吗 我一脸不可置信 眼前人的厚脸皮 我还是第一次发觉 还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不过就在这一瞬间 我突然间闻到了一阵香味 下意识看向了林娇的方向 只见他眼中闪过了一抹阴毒 嘴里喃喃着 这不怪我 是你自己不同意的 我想离开网友发 就只能和你复合 跟着你总好过跟着那个变态 我想说话 可此刻我已经昏昏沉沉的 没有了一点力气 下一刻摔倒在了地上 在醒来的时候 林娇一脸媚态和惶恐 看向我的眼神越发可怜兮兮 你别打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不能做那种事的 我满头污水 茫然地看向四周 却发现一步竖起来的手机正在直播 俨然林娇在做戏 是在直播给众人看 我无语 看着林娇的神色越发不善 你对我做了什么 她一下子跪在地上 声音中满满都是惶恐 老公我错了 老公你能不能别折磨我了 我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变成这个样子 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我莫名其妙的就看着她 不过显然这会儿林娇 是不愿意说真实原因了 从弹幕中 我勉强拼凑起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林娇被我关在了家中 发些怨气 以至于对她百般搓磨 还抢了她 我气得身子直打颤 这都什么跟什么 你们胡说什么呢 我不是那种人 此刻我心中只剩下了无力 这要是没有证据 我岂不是要坐舍这个罪名 让林娇一个人耍得团团转 还真是有意思 余光撇到了棚顶 突然间看到了一个转动的摄像头 对 当初为了抓林娇的肩 可是在家中安了个摄像头呢 现在这摄像头是最有力的证据 我匆忙起身 坐到电脑前将监控掉了出来 我甚至怕看到的画面 是我对林娇做了什么 那我不只是有力说不清 更是恶心透顶了 不过画面中的内容 让我松了一口气 面对林娇的头怀送抱 昏睡成了死猪的我 更是没有一点反应 也就是说 林娇就算想对我不贵 也完全没有条件 我松了一口气 快步走到了摄像机前 将方才的画面 一五一十地拨了出来 我没有对她做什么 因为这一场风波 林娇彻底成了过街老鼠 她也被开除了 一向大手大脚惯了的林娇 此刻深无分文 林母和王永发 就好像是粘上了林娇似的 不管怎么样都赶不走 我在看到林娇的时候 是和王力去购买家具的时候 在路边看到了她 林娇当街跪在地上 一旁的王永发 死死地按着她的头 让她给自己舔鞋 我只是稍微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只是她的选择 和我没有关系 然而林娇似乎是看到了我 她下意识想要来我这里 寻求帮助 王永发自然也察觉到了 林娇的视线 瞬间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一巴掌甩在了林娇的脸上 臭娘们 看什么看 你现在是老子的女人 还敢看你那个前夫呢 我听言只是笑笑 恶人自有恶人魔 走吧 别人的家事和我们无关 王力笑了笑 揽上了我的手臂 我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向前走 也向前看 十天后 我和王力求婚了 这一次对婚姻 我带着绝对的忠诚而来 王力 下给我好吗 我单膝跪地 深情款款地看着王力 但外面传来了一阵骚动 好似有什么东西坠落了一半 等着的时候 我才听见有人喊着 有人跳楼了 死人了 王力似乎有所感应地 看向了那个方向 眉头紧锁着 我欲哭无泪 腿麻了 好久 王力才冲我笑了起来 好 嫁给你我心中一激动 戴戒指的手也开始颤抖了 好半天都没有戴进去 喜滋滋的 我带着新晋老婆回家了 直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跳楼的是灵骄 王友发丢了工作 没有了钱 甚至连男人的某些功能 都不足够了 心里多少产生了一些变态因素 心中有些不快 就发泄在灵骄身上 常年下来 灵骄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痕 数不胜数 而灵老太太 没有了女婿给供应钱 只能将目标 转向了自己的女儿 灵骄受着老太太的压迫 需要拿出来一笔一笔天价 来支撑老太太打麻将 终于不堪重负 杀了老太太和王友发 自知逃无可逃的灵骄 没有选择自首 而是从天台一遇而下 我面无表情地 看着这一则新闻 心中却有些感慨 曾经压迫了 我十数年的灵家人 原来这么不堪一击啊 王丽自然也看到了这则新闻 走到我身边 将手搭在了我手上 从今以后 你身边所有的阴霾都没有了 虽然很可惜他们的遭遇 但坏人总归应得报应 这会儿的死亡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解脱 我无奈地笑了笑 老婆 大喜日子 不说那些晦气的事 入夜了 去睡觉我打横抱起了王丽 还有功夫去考虑别人的事 还是经历泰国旺盛 一是春光 第二天我神清气爽地起床 给王丽准备了早饭 不过一大清早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拆迁款下来了 王丽醒来的时候 我扬起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老婆 我们去再买个新房吧 全文完